屯門有工人被跌下來的小型吊臂 擊中頭部昏迷 現場是人外唐街達人坊垃圾站出面 地面留下斷開的吊臂和一些組件 消息說垃圾站的天台正是進行工程 搭建小型吊臂用作運送物料 上午11點多 這吊臂運作期間突然鬆脫 從大約10米的高處墮下 擊中了一個50多歲的工人頭部 他重新昏迷 由救護車送去屯門醫院想救 勞工署之後怕人到場調查